骑车骑到一半 前方突然出现行人 走在路中央 善秒骑士 闪避不及 梦撞上去 哎呦喂呀 行人当场望迁 炸喷 整个人腾空飞起 后躺重摔 骑士也直接侧翻倒地 板桥四维路 行人贪快 违规穿越马路 骑士没注意车前状况 两人撞震着 都骑击似的 只有轻伤 不过不知道在急什么的 还有他 念湖明泉东路车辆停等 左转只见前车过了 轿车继续等 穷穷穷硬要转 下一秒执行 机车善必不及 撞上车尾 连人带车90度旋转倒地 痛得他捂住头 好一阵子才硬爬起来 探图方便乱乱闯的 还有这部黑车 行进北市和平东路 竟从内侧车道 跪一切右转 下一秒 外侧车道执行轿车 来不及杀 被撞到正辆车 180度甩尾大回旋 刹车声响彻天际 不过同样路上违规 有人还要跑给警察追 发现骑士 纠驾远景 骑车梦追 但男子不但穿烘灯 还来个大回旋 眼见要被警方堵正着 他老兄再来个 切西瓜急转弯 下秒甚至嚣张回头 朝远景比出不牙手势 掠掠掠来抓我啊 想不到一秒自爆 顾着呛警察 撞住自摔 换个角度 只见双方逆追我跑 骑士这秒得意洋洋 匕首势 下秒GG 惨字状 被送以法办 连目击民众都直呼 这现世报来得太快 记者黄明君黄玉兰 新北台北报道